高原上剩下美味多多 各种高原美味 独具特色 它里面一样 跟一般的牛肉是不一样的 它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美妙滋味 那它是死说我们也不知道了 看高原上的剩下美味 如何征服人们的味蕾 溯源食物产地 解锁美食密码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餐桌美食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秘密 那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究竟是什么呢 肖下美味快乐吃 今天我们去高原避暑 吃点不一样的夏日美食 高原地区有一个特点 就是随着海拔升高 气温就会随之降低 所以虽然是盛夏 但高原地区尤其是早晚 还是能感觉到阵阵凉意的 那高原地区的人们夏天吃什么呢 先透露一下 全是硬菜 什么烤乳猪啊 炕锅鱼啊 炖牦牛肉啊 保证您吃的是大呼锅饮 大快朵鱼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一起去高原探寻 消夏美味吧 探寻小分队要寻找的第一个 剩下美味就是来自高原上的鱼 鱼算得上是餐桌上的常客 它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无论清蒸炖汤还是红烧 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 别样的味蕾体验 而我们首先要探寻的鱼 是来自青海省的红尊鱼 红尊鱼常见 但是这养在高原上的红尊鱼 会是什么样呢 带着疑问 我们出发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 鱼探究竟 高原上鱼究竟有什么不同 它的味道又会如何呢 这个温度越来越低 它的食类能饿上来了 在当地 红尊鱼的做法多样 夏日最受欢迎的吃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烤鱼 选择两斤左右的红尊鱼 经过密制烟料的腌制后 上火烤制 时间不宜过长 15分钟左右 烤到色泽金黄 鱼香四溢 肉开始滋滋冒油时 正是恰到好处 而另一种方式 是制作成生鱼片 品尝红尊鱼的本来滋味 看着当地各种各样的红尊鱼美食 我们越发好奇 养在高原上的红尊鱼 是什么样子 谈行小分队 马上出发 前往当地红尊鱼养殖基地 就现在这个海拔已经是三千多了 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从我们出发到现在 这个温度越来越低 就是现在就觉得非常冷 就是很冷 很快 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龙阳峡水库 我们在码头上 见到了负责人马小军 按照他的要求 我们穿好防护服和救生衣后 继续前行 船行进了近半个小时 水面却十分平静 除了行紧的船只 并没有看到任何不同 如此大的水域面积 这些红尊鱼 究竟养在哪里呢 我们试图用无人机寻找 终于在远处又发现 水面上整齐地排列着 一个个圆圈 我们赶紧加快进度 过去看看 当船靠近后 我们发现 这果然是养鱼的网乡 在这片水域 大大小小的网乡 有三百多个 此时水面 十分平静 可以清楚地看到鱼儿们 在水中游动 很有活力 这些鱼 就是我们要找的 红尊鱼 红尊鱼是一种 冷水性鱼类 所以可以生活在 青海这样的 高原冷水里 与此同时 旁边的工作人员 也开始准备 进行大规模的 捕捞收获 穿好水裤和救生衣后 我们在专业潜水员的 带领下 一起去捞鱼 那今天这一网 能收多少鱼呢 我们这一网 差不多有两千到三千左右 那好重呀 就我们就往上拉 就我们几个人就是 差不多十个人 能捞上来吗 马大哥没有回答 我们的问题 反而直接转身上船 接着 他拿出了一个 近半米宽 外形很像 大喇叭的东西 随后 他们将这个大管子 直接放进了 等待拉起的鱼网中 接下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这个大管道 像吸尘器一样 连鱼带水 都被吸了进去 不一会儿 管道的末尾 便有很多鱼 被吸了上来 只需二十分钟 就可将 七八吨的红尊鱼 完全吸完 这些河水 一起被吸出来的红尊鱼 直接进入到 旁边的水池中 整个过程中 红尊鱼没有离水 保证了红尊鱼的鲜活 高原地区 水源纯净清澈 为红尊鱼 提供了 极佳的生长条件 所以这里出产的 红尊鱼 肉质细腻 且富有弹性 它的味道 更是鲜美 并带有 丝丝清甜 每一口 都能给人 独特的味觉享受 在当地 红尊鱼 除了制作烤鱼 生鱼片外 还有一种 夏日十分受欢迎的特色菜肴 首先 将鱼肉放入油锅中 炸香捞出 必须要使用平底锅 在平底锅中 放入洋葱铺底 将炸好的红尊鱼 整齐地排列在锅中 倒入事先调好的酱料 进行闷吃 这就是当地的特色菜 炕锅鱼 炕锅 算得上是 青海特有的烹饪方式 将红尊鱼 作为炕锅的主要食材 既延续了 当地人的野食传统 又赋予了红尊鱼 另一种味道鲜香的吃法 炕锅鱼来了 红尊鱼在青海安家 让这块本没什么鱼鲜的土地 多了一道鲜美食材 这也为我们的餐桌 多了一道鲜味的新体验 而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 泽库草原 另一种高原美味正等待我们 它就是牛肉 牛肉 有人爱它的营养 有人痴迷它的香醇 然而 这次我们要探寻的牛肉 却不是普通的牛肉 而是牦牛肉 牦牛名气很大 号称高原之州 在我国 牦牛大多生活在 高海拔的青藏高原 不上高原 我们很难见到它的真面目 带着好奇 探寻小分队继续出发 看看在当地 猫牛到底能制作出什么样的 盛夏美味 牦牛肉 牦牛肉为何会越煮越大 在当地 它能制作什么样的特色菜肴呢 太漂亮了 二十万头牦牛就 附在这二十万亩草场上 泽库草原 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 即使是炎炎夏季 这里依旧如清凉世界一般 正一如此 当地夏日最受欢迎的 剩下美味就是牦牛火锅 不用过多调味 简单的清糖锅底 外加切好片的新鲜牦牛肉 不过 牦牛肉和普通牛肉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探寻小分队继续溯源 我这里有两盘肉 一盘是牦牛肉 一盘是一般的牛肉 那么它俩的区别在哪里呢 煮出来之后 它的不同之处 就能够揭晓 我们去煮一下 两盘看起来差别不大的肉 煮出来会有什么区别呢 肉煮出来了 你看一下 当地的牦牛肉煮出来 不但分量没有减少 而且还变大了 你看 在老百姓炖肉 有一个经验 肉煮完会缩水 不过 草原上的牦牛肉 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这个牦牛肉里面的干物质很多 它里面营养 跟一般的牛肉是不一样的 干物质多 通俗一点的解释 就是肉里面水分含量少 牦牛肉为什么会有 如此独特的表现呢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普通牛肉纤维 比较疏松 里面含有大量水分 煮完之后容易缩水 而毛牛肉肉着减实 水分含量少 干物质含量多 所以煮出来之后 不会缩水 反而还会膨胀 来啊 毛牛肉来了 你把这个尝一下 这个猫牛肉这个味道真是越嚼越香 有种清香 有种奶香 越嚼满口的那种香味就弥漫在嘴里了 无论从营养还是口感 毛牛肉为什么都如此与众不同呢 牧民告诉我们 蜜蜜就藏在草原上 哇 这也太美了吧 这个 太漂亮了 二十万头毛牛就铺在这二十万亩草场上 我们沿着他们的方向一路追逐 想要近距离了解这些高原上的精灵 溯远到毛牛肉最原始的起点 你看到了没有 再往上看 那黑鸭鸭的那个点全部都是毛牛 哦 那个小黑点是吧 对 那更高了 对 更高了 那到了海拔五千 这个高原地区啊 你看 除了牦牛之外 没有别的这个牛 原因是别的牛一到这儿之后 就受不了 海拔受不了 牦牛很牛 它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之一 能耐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 能爬海拔六千多米的冰川 这么牛的牦牛 自然也能享有独特的生态环境 和不一样的水草 这个就是咱们牦牛喝水的地方 水是矿泉水 是咱们黄虎母亲的源头之一 从那个上面留下来的是吗 你终于够 海拔五六千了上面就是 直接都可以尝一下 甜甜的你看 真心不错 再来一口 在这里要是找人参果 找中中下草 找贝母那都不奇怪 这黄花 开黄花的这个 全是他们你看 天洁吃的你看 这个小黄花就是人参果 对 这就是它的根 就是人参果 对啊 这是这种中草药是吗 那当然了 只有上了高原 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 才能真切感受到牦牛肉的来之不易 这么好的牦牛肉 为什么我们平时很难吃到呢 自然繁殖的话 就是一个牦牛的话 三年两年才能有一胎 牦牛在高寒高海拔地区生长 本身数量就少 生长也慢 更何况 牦牛到了两岁以后 才有繁殖能力 两三年生一胎的速度 实在跟不上近年来 牦牛肉的市场需求 那么在草原上 有什么办法 能够提升牦牛的数量呢 就是我们牦牛婚礼的司仪 大家好 别呼 这就有可能弹务繁育后代的大事儿 这周期一年之内只有那么三五天 错过了这三五天 那就等于错过了一年 如果进行绑定的话 我们就是一年一胎 自从草原上牦牛的繁殖方式开始改变 牦牛数量增多 牦牛肉也走下高原 更多地方的人们都能品尝到它的鲜美 那么 牦牛肉还能制作什么样的剩下美味呢 在大厨手中 不同部位各有菜式 牦牛肋排 是当地另一道很受欢迎的夏日美食 新鲜牦牛肋排煮熟 浓香多汁 香料炖煮 大火滚油 让肉质表面脱水 风鱼的油脂瞬间变换成焦香 繁复地制作 幻化成酥烂的口感 所谓美食 便是味道与味蕾一次又一次的碰胀 而等待我们去探寻的第三个高原美味 它就是来自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的猪肉 这来自高原的猪肉 瘦肉部分 颜色明显比普通猪肉要深很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林芝 为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 这里因植被较多 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 那么 这高原上生长的猪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按照计划 去往养殖场 一探究竟 养殖场一身而建 刚到这里 我们就看到负责人王立泰 拿着石头 再敲盆 这是要干什么呢 一群小黑猪慢慢地开始往身边靠拢 但是不对呀 旁边就是养殖场 这猪怎么都从外面跑回来了呢 负责人告诉我们 它们每天放猪上山 是为了让它们自己寻找食物 但每天晚上六点 会喊猪回家 再喂一顿 我们十分好奇 这群能自己回家的小猪 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我一般见那个猪 都这么大个 你看它这个就这么点 这是什么猪啊 这是个古老的猪种 叫藏香猪 这小黑猪就是名声在外的藏香猪 这可是少有的高原品种 很早我们就听说 藏香猪常年在山间游走 保留了不少猪的野性 而负责人放养藏香猪的方法 也是遵循传统滋养 以前藏香猪的放养方式 就是春天放上山 秋天把猪找回来 这样藏香猪的肉质才能保证 既然放上山 为什么每天还要喊它们回家吃饭呢 主要是为了让它养成回家的一个习惯 如果说它没养成这个回家的习惯 那它试试说我们也不知道了 另外一个就是晚上喂了一餐以后 也能提高它的这个出栏力 应该有很多地方在引进藏香猪 就是因为它的出栏力提高了 所以才开始引进 就在此时 员工们已经捕获了一只要出栏的藏香猪 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负责人准备了当地夏日特色美味上锅 我们一眼就被桌上的猪肉吸引了目光 瘦肉部分颜色呈现深红色 藏香猪肉的颜色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肉的颜色会这么深呢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带着疑惑跟着猪一起出门了 可是这次的路程似乎没那么好走 并不是说路有多崎岖 而是我们的感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实在闯不着到这气了 原来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从3300多米 走到了3500多米的海拔 此时我们已经感觉自己头昏脑胀 好在提前准备了氧气瓶 要不然我们可能要半途而废了 好在前面的路程并不是很远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 我带着到山上来 主要看一下这个水 这个水 这个水有什么不同吗 你摸一下 这个水它摸起来的温度并不低 但是我手高放进一会儿 感觉很自骨 我的骨头会疼 这到底是什么水啊 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山水 藏香猪每天要喝的 我今天带着来看的 主要是它生活着这个环境 3000米到4000米这个海拔 是藏香猪最喜欢生活着这个环境 那么它才常常在这种环境之下 奔跑 运动 所以它的血液中间 血红蛋白含量高 所以它的颜色会比较深 那么藏香猪还能制作出 什么样的盛夏美味呢 在当地 藏香猪最出名的吃法就是烤 而且是整支的烤 首先要用当地的香料粉 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腌制 之后再用青柯麦片 将猪整个裹住三个小时 林制当地盛产青柯 它有一种独特的麦香味 用它来包裹藏香猪 可以让猪肉融入青柯的麦香 形成一种特别的香味 此外 这种特殊的颜值方式 还可以让猪肉更加美味 口感也会更加软嫩 而制作的最后步骤 就是用炭火慢慢烤制三个小时 整个制作过程需要七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样烤出来的藏香猪 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味 那么浩石如此之常的烤藏香猪 又会是什么味道呢 这样就可以 哇 好香啊 这个皮好脆啊 而且感觉有一股 浮不出来的那个香味 麦香味也是吧 对 夜幕降临 篝火熊熊燃起 吃着外焦里嫩 香味十足的烤藏香猪 欣赏着高原独特的歌舞 这是高原的浪漫与幸福 高原地区是大自然的宝库 气候条件独特 生长了许多珍贵的植物和动物 这些都为高原特色美食 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营养 在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下 近些年 高原地区的生态持续向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辽阔的高原 诞生了无数的美食和传说 这既是高原人们 逝者生存的饮食习惯 更是足足备备 难以忘却的生活记忆和家乡智慧 一年夏日 在高原体验一下 云天之上 味蕾被挑动的惊喜吧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啦 下期节目